晚上好 今天打算给朋友们分享一个烧汁鱿鱼卷 现在的鲜鱼鱼是45块钱一斤 这三条刚好40块 看着挺新鲜的 我们先把鱿鱼给它处理一下 然后里面已经清洗干净了 我们接着就把这个皮 歪皮给它撕掉 每次处理这种鱿鱼 我就好喜欢自己处理 找摊饭处理就没有这种 叫什么 解压感 解压感 对 有一点 太舒服了这种感觉 由于头这一个黄色部分 最好给它弄掉 然后这些牙齿眼睛都要给它去掉 还有如果感觉这个锡盘有点老的 你就给它刮一下用手 接下来我们切一点料头 大蒜给它拍碎 然后切成末 再切一点点葱白 最后我们调一个烧汁酱 加入一小勺盐 两勺生抽 小半勺老抽上色 再来半勺的蚝油 再加入小半勺的这种麦芽糖 大概半勺的玉米淀粉 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搅拌均匀 像这样搅拌均匀 我们的烧汁酱就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烹饪了 过程提前烧开水 我们加入一个拍碎的生姜 然后适量的料酒 我们把鱿鱼放下去 汆烫个8秒左右 这鱿鱼千万不要烫太久 不然的话吃起来会老 一点都不脆了 关火 捞起来给它过一遍凉水 哪怕它是鲜鱼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腥味的 所以我们汆烫一下 主要是为了去腥 我们把鱿鱼给它切成圈 但是不要切断 像这样黏着的 然后这个头的话 我们就给它改刀一下 不太大了 切好以后 我们加一点点老抽 给它抹均匀 主要就是让这个鱿鱼提前上色 等下煎出来 颜色会比较好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烹饪了 锅烧热 我们倒入一些食用油 把多余的油给它倒掉一些 接着我们下位鱿鱼 保持中小火煎 煎的时候可以用铲子稍微压一压 我用的是铁锅 所以说我们火不要开特别大 因为它瘦肉太快了 这样子有一点像那种铁板的感觉 一面煎了两分钟 我们给它翻面 继续煎 先把鱿鱼这样生煎一下 真的老香了 我们接着把这个蒜头放下去 尿头爆香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烧汁酱给它倒下去 酱汁倒下去过后 我们就改成中大火 慢慢给它烧 然后就是会边烧边收汁 边烧的时候 我们就用铲子把这个酱汁淋在上面 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收了4分钟左右 像这样子 汤汁收的有点差不多了 要留一点 我们最后来一点明油 让它晾走一点 现在这个屋子真的是满屋飘香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 直接出锅装盘 再把底下的酱汁拧在表面 最后我们撒上熟白芝麻 跟葱花点缀 今天晚餐炒了一个西红柿炒蛋 我们家西红柿炒蛋都喜欢汁多一点 到时候就可以盖饭 然后还买了一点酒结虾白酌的 这是那个烧汁鱿鱿卷 有点雾气 还清炒了一个菜心 然后汤的话就是军菇鱼丸汤 加了一点裙带菜 今天晚上就这样吃 我玩鸡鸡 玩鸡 我宝贝 哥哥不爱吃玩鸡 只有你跟妹妹爱吃玩鸡 这个就是摆盘的时候好看的 剪一下 要是我那个时候切 切了就没办法那么摆 摆得那么好看 哥 每天咕咕他们要回来 小星你要带吗 不知道他会被带 应该会吧 小星你会哭的吗 不会哭的 不会哭的 有我的照顾 谁会哭啊 哎哟 咳得手边边 好 咳咳 咳咳咳 对对对 对对 吃小口小口的吃 不要太大口 妈妈 饭不够 饭够了宝贝 不够 七分饱就好了 哈哈哈 你不够夹个堆了 那你先吃完嘛 吃完 吃完你肯定就觉得 哎哟 我的肚子好饱啊 不吃了 知道吗 因为我都是堆的刚刚好 知道吗 不吃了 不吃了 先我给你剥 自己剥啊 你要自己剥吗 不要 我要看看 不要抢我的 嗯 你打个 要抢我的 嗯 还有一点 还有一些饭没吃完 别着急 宝宝 吃慢一点 吃慢一点 好拿过去 拿过去给奶奶 妈妈 第一部 没关系 妈妈在这边 多别着急 你要没事 好 不要着急 吃 药 大鸺